当天,时期时许,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,在疾病防控中心大门附近发生打架。 经调查,发现一对年轻男女在接吻时,女子用牙齿紧紧咬住男子的舌头,并且已有鲜血流出。 民警通过人力制止胃果的情况下,果断对女子使用催泪喷射器,后女子才予以松口。 事后民警将男女二人送往医院进行救治。 后经检查,男子并无大碍。 待女子情绪稳定后,民警将其交由父母看管。 经了解,女子周某与刘某某系情侣关系。 当时,他们相当的身份是有机会成立的。 婚姓潮 Berg,将其交由父母看管。 他会认可知道,男子的王女将会在当时集中。 自由在又什么时候,他会打赠。 感谢观看